各位朋友好 自从郭文贵报出王岐山有私生子以来 中共的又一个伪君子被撕下了假面具 私生子也似乎成了一个热词 而郭文贵7月26日的爆料中谈到 私生子刘成杰的生父居然比王岐山更重要 但他又半吞半吐欲说还羞 极大的勾起了人们的好奇心 也把这个话题推向了高潮 有人说提前过灯节了 大家都在猜谜底是谁 这件事已经成为全民的娱乐活动了 当然这绝不是中国人无聊 而是这些平日里道貌岸然的家伙的肮脏生活 对国人思想的冲击实在是太过严重了 中华民族极端重视家庭伦理 这是中华民族历尽劫难 却绵绵不绝的重要原因 这几千年以来的优良传统 恰恰被这些先进性纯洁性的家伙 给污染了给败坏了 领袖人物的思德决定了他们施政的底线 因此他们的思德注定是一个政治话题 人们或许可以接受那些领袖们犯思想错误 路线错误 但对他们在私生活上的糜烂 是无法理解和接受的 文革结束以后 那些曾经被奉入神明的领袖们的肮脏 私生活的传说 强烈的冲击了老百姓 极大的破除了民间对中共和毛泽东的迷信 王岐山可以说是中共在新时代 重新塑造的一个偶像 无私无欲的假象 确实迷惑了相当多的国人 郭文贵的爆料告诉人们 这个王岐山不仅贪烂而且荒淫 不仅王岐山如此 许多中共的高官也同样如此 而那个私生子刘承杰的生父是谁的联想 更是再次震惊了国人 郭文贵的这次爆料 对中国人的觉醒所起到的作用 或许和文革结束后的那次冲击 可以相疲美了 这里小民需要说明一下 生私生子是父母的错 不是孩子的错 我这里用私生子这个词 绝无歧视的意思 仅仅是一种习惯性的说法 刘承杰的身世 引起了许多的猜测和推断 也引起了人们的一些不解 主要是涉及到了文革前的历史背景 如果对那个时代没有一定的了解 可能就无法想象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情况 具体到人们私生活的情况 特别是男女私情之类的事 如果仅从关注的程度 或者知情者的范围而言 或许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分为三个层次 我们首先谈论一下文革前高层的私生活 那个时代领袖们的私生活 百姓们是无法想象的 对于中国的领袖人物 他们的私生活属于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 如有泄露生命堪余 网上有一则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发怒 要枪毙叶子龙的文章 刘少奇高声道 彭真把叶子龙抓起来枪毙 随后余怒未消 又重复了一遍 听见了吗 抓起来枪毙 在场的人全愣了 不敢吭气 这段话出自刘少奇的儿子 时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的刘源上将 不过刘源却没有说清楚 刘少奇为什么要枪毙叶子龙 叶子龙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在毛泽东身边二十余年 绝非寻常角色 如果不是什么重大问题 刘少奇不至于如此动怒 可是刘源的文章中说 叶子龙只是抱怨毛泽东不公平 这哪里有可杀之罪呢 钟南还寓意李治随 在他的书中给出了答案 叶子龙离开毛泽东之后 到处悬扬毛的桃色新闻 终于祸从口出 刘源的这番话 实际上证实了李治随的说法的真实性 透露毛泽东的私生活 这就是泄露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 当然应该杀头啊 文革结束后 领性们私生活的丑闻开始流传 不仅毛泽东传出有情妇 甚至有私生子的丑闻 就连中共最圣洁的周恩来 也传出有情人 甚至有私生女之类的事情 这样的传闻至今都还有 特别是那些曾经在领袖身边工作过的女人 她们的孩子一直都是一个谜 不知道是领导人看中了人家的老婆 她是领导人为了想要一个私生子 给怀孕的情人安排了一个丈夫 说这些 只是想强调一点 领袖们即便有私生子也会很安全 不会担心人们知道 现在的领导人就更简单了 人不知鬼不觉的把情人直接送到国外 就像在澳洲的许多情妇和私生子一样 远离人群和国内的关注 那个时代如果说大人物有私生子 没人知道 那么小百姓有私生子 可以说没人关注 在文革结束前 农村家庭出身属于贱民的小伙子 经常找不到媳妇 特别是在一些比较贫穷的地方 打一辈子光棍的男人都很多 如果有个女人肯嫁 根本就不会顾及什么 就算姑娘生过私生子 远远的嫁了也就算了 在农村地区比较封闭的状态下 不会有多少人知情 外界更是很难知道内幕 所以一些隐秘的信息 可以很晚才曝光 因为农村地区流动性很小 信息不容易扩散 另外 当时知青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和当地人的交往更加有限 这类隐私的保密 要比那些属于机关单位 或者国营农场更容易一些 特别是对一些村干部 或者做了村干部的知青而言 处类这类事情 还是有一定的空间 小民曾经遇到过一位陕西知青 听他说起插队时的情况 最让小民难以忘怀的一句话是 当地村干部曾经说 我们一队一个毛主席 王岐山当时当过大队的副主任 那也算是半个毛主席了 对于既不在神秘的上层 又不在偏远的乡村的一些人 如果出现什么意外 是很难有秘密的 特别是在文革期间 那种紧张的空气下 这一点 我们可以从一个著名人物 洪军燕的自传中可以看出 洪军燕的前妻是张寒芝 28岁出任毛泽东的英文教师 洪军燕之所以出名 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前妻 张寒芝与他奉旨离婚 各位可能听说过 纪小兰奉旨纳妾 状元奉旨成婚 奉旨离婚 可能还没听说过吧 顺便说个趣文 这位奉旨离婚的美女老师 也是一位私生女 她的生母是民国时代上海滩上 有西施之名的美人 张寒芝 洪军燕这一对夫妻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 有着两个完全不同的发展轨迹 一个在领袖身边工作 位于中国的最高层 另一个却被关进牛棚 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 一个是人上人 一个人下人 真是隔着九重天 就在洪军燕自认为最痛苦的时候 她的身边出现了一个既同情她 又仰慕她的女人 这是同在一个牛棚 接受劳动改造的难友 不过他们的交往 很快就被洪卫兵发现 并且大做文章 洪卫兵认为两个住过牛棚的黑帮 竟然干出这种事情来 真是罪不可恕 洪军燕因此受到了更严酷的惩罚 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 在那个年代 城市人的生活基本上是没有私密空间的 几乎时时刻刻都处在被监督的目光之下 尤其是大家都住单位集体的宿舍 上下班都在一起 不仅物理空间非常拥挤 就是精神空间也同样拥挤 对于那些深受歧视的建民来说 那就更没有什么自由的空间了 稍有苗头就会被发现 想避开大家的目光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特别是在1970年前后 社会空气可以用肃杀两个字来形容 下面我们重点谈一下这次的重点怀疑对象 朱镕基 朱镕基1958年成为右派分子 被撤职降级 开除党籍 70年又被发配到武器干校 种地养猪 这种人 人们都避之不及 他自己更是战战兢兢 用当时的话讲 只许老老实实 不许乱说乱动 稍有不慎就会受到责难 可以说是动辙得救 因此朱镕基在农场劳动改造的时候 搞出点风流运势 一般来说 这种可能性实在是太小了 如果当时朱镕基是高级领导 搞出个私生子 有可能没人知道 如果朱镕基当时是个底层的乡村青年 搞出个私生子 也有可能不为人知 而当时的朱镕基既不是领袖 也不是底层的普通青年 偏偏是一个备受歧视的右派分子 他应该是最不可能 在当时搞出私生子的 假如那时朱镕基真的搞出私生子 即使没有受到公开的批判 也会在农场成为人尽皆知的丑闻 这件事不可能保密至今 总之 朱镕基这种背景的人 在那个年代 有私生子的可能性极小 有私生子 而又不为人知的可能性 几乎不存在 如果刘成杰是朱镕基的私生子 那在朱镕基工作过的单位和机关 早就不是秘密了 根本就用不着郭文贵来爆料了 当然 朱镕基在落魄之时 没有私生子 并不意味着朱镕基发达之后也不会有 在朱镕基显赫之后 有私生子并不令人意外 网上关于刘成杰的另一个说法 是朱镕基和著名经济演员刘贵娟所生 这个说法不仅替刘成杰找到了亲爹 还替他找到了亲娘 刘贵娟是一个非常高调的女演员 据说喜欢展示和领导人的合影 前一阶段曾经因为展示一个价值数十万的点萃头面 而引起非议 没想到这次又成了人们热议的对象 据网上公开的资料 1986年时任天津市长的李瑞环 邀请著名演员李世纪来天津传授记忆 并且在1987年 刘贵娟被李世纪正式收徒 成为李世纪的第一个弟子 此后开始走红 而朱镕基当时站在上海 从副书记到市长市委书记一路高升 朱镕基和天津的刘贵娟 二人此前并没有任何交集 应该说只有在刘贵娟走红之后 才有可能搭上朱镕基 朱镕基喜欢京剧应该不假 不过比朱镕基更加喜欢京剧的 是当时的政治局常委 原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 因此刘贵娟当时是朱镕基情妇的可能性 应该很小 退一步讲 就算那时刘贵娟为朱镕基生下了孩子 朱镕基也不可能更没必要 把孩子交托给王岐山 除非王岐山名正言顺的收为养子 那时时间应该在1990年前后 朱镕基已经全是熏天 连个人的这么点私事都处理不了 还要王岐山来帮忙 这也太小看朱镕基了 如果这个孩子在他人的抚养之下长大成人之后 朱镕基再托付给王岐山加以关照 也有这种可能性 但是郭文贵将这个孩子一直推断是王岐山的私生子 那就不符合逻辑了 更大的问题是 王岐山把刘成杰视为己出的原因何在 为什么愿意将他和自己的骨肉相同对待 王岐山为朱镕基的私生子承担这么大的风险 将这天文数字的财富送给他 道理又何在 难道仅仅是出于师徒之情 这么说似乎又高估了王岐山的道义 毕竟朱镕基对王岐山并没有那么大的恩情 王岐山飞黄腾达可能有朱镕基的帮助 但是这不是最主要的因素 朱镕基在重要人事安排上 不会有这么大的发言权 毕竟陈云一直活到了1995年 网上还有人说 刘成杰是姚依林的私生子 也真有点想象力 不论是书上还是现实社会中 男女隐私一类的事情 很少听到和晚辈去商量的 老丈人把私生子交给女婿 干什么 担心女婿不够坏不会欺负她自己的闺女 这种说法也太不可想象了 就是姚依林真的有私生子 也不会故意让闺女知道 更不会让女婿王岐山知道 身居那样的高位 姚依林她自己难道离开王岐山就安排不了了吗 还有人认为刘成杰是陈云的私生子 当然有她的道理 这么说的人可能有她自己独立的信息来源 但是这与郭文贵的爆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 从和王岐山的私交来看 陈云有可能把私生子托付给他 但是王岐山为什么要向陈云输送这样天文数字的财富 王岐山为什么要讨好陈云这样一个并没有实权的人物 这就无法解释了 其实同样的道理 如果刘成杰是朱镕基的私生子 王岐山为什么要这样讨好一个已经退休的朱镕基呢 我们做出各种猜测或者推断的前提是 基于郭文贵爆料的真实性 郭文贵此前一直公开的说 刘成杰是王岐山的私生子 如果我们相信郭文贵还有基本的判断力 那么郭文贵做出刘成杰是王岐山私生子这个推论 应该是因为这个孩子是由王岐山的亲属抚养 或者一直受到王岐山的特殊关照 甚至视若己出 到此我们再来看一下 郭文贵对这件事情是怎么说的 王岐山先生我找到冠军他爹是你 但刘成杰现在我向你道歉 刘成杰他爹不是你 但刘成杰他爹比你还重要 这让我更加震撼了 原来刘成杰他爹是他 领导人有私生子 郭文贵不会吃惊 但是和王岐山结盟一起到国 才让郭文贵吃惊 从郭文贵的这几句话当中 我们可以推断 刘成杰他爹死前的形象 在郭文贵心目中应该非常正面 至少郭文贵应该没有公开贬斥过 但郭文贵却公开骂过朱镕基 如果孩子亲爹是郭文贵极端米饰的朱镕基 或者陈元什么人 那郭文贵应该在意料之中 至少不会如此吃惊 刘成杰先生他爹是谁 更加吓人啊 推友们今天我抱歉我不敢说 我说了我真的怕中国乱了 吓死我了 刘成杰他爹是谁 真把我给吓懵了 我这才真正的明白 为什么我爆料以后 请一国之力对付我一个郭文贵啊 如果我们相信郭文贵爆料内容的真实性 表达的真实性 情绪的真实性的话 刘成杰他爹是朱镕基会吓懵郭文贵吗 是陈元会吓懵郭文贵吗 他们有那么大的权势吗 当今中国还有多少人会记得朱镕基 会有多少人知道陈元 他们的名字会让郭文贵那么害怕吗 郭文贵连当朝的全臣都不怕 怎么会怕一个退休多年的宰相 怎么会怕一个退隐多年的部长 此外如果说王岐山能动用一半的国力对付郭文贵的话 那么那个人至少也可以动用一半的国力 这才是请国之力啊 那朱镕基可以做到吗 陈元可以做到吗 根本不可能 那些不在世的人就更不可能了 总之关于刘成杰的生父是谁 至少应该有三重判断 或者说在三个层次的问题上都要逻辑上一致才行 只有一个方面符合逻辑 从这一点看 朱镕基陈元都不可能 第三 这个人有特别的权势 甚至比阎王都厉害 足以让郭文贵胆战心惊 从这一点看 已经不在世的老人都不可能 朱镕基陈元也不可能 说来说去 不管敢出什么样的理由 最重要的一条是必须符合人自私的天性 王岐山把这么大的一笔财富交为刘成杰 一定是出于自私的目的 要么自肥 要么自保 假如王岐山真的把这么大一笔天文数字的财富 分送给别人 那王岐山可真是和他人共产了 那真成了纯粹的共产党员了 问题是王岐山真要这么无私 他怎么会闹这么多的钱财 可以肯定的说 如果刘成杰不是他自己的骨肉 王岐山把这么多的财富 分配给刘成杰的唯一原因 那就是刘成杰的生父 可以保护他 至少能让他更加安全 能做到这一点的人 在当今中国能是谁呢 大家还得接着猜 好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 谢谢各位 再见 by bwd6